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该公司预计本财政年的贷款增长介于5%到7% 虽然同行的信贷成本预料会比推估水平高过两倍 但行家认为BIMP控股不至于那么高 因为大部分的贷款属于信贷成本比较低的抵押贷款 行家下调本财政年的盈利预测9% 虽然估值不诱人 但旗下的大马回载保险重组计划预料会在今年底完成 因此行将维持超越大市评级 目标价则调高至4令吉75仙